世界黃皮就在屋南園 我熟了那些鮮鮭 這就是黃皮之王 粒粒這麼大 嘩好大粒 經過了交通多複雜 由香港西高龍出發 去到廣州東站 接著廣州站再轉車 接著經過了個多小時 終於來到這個雲浮東站 這是什麼地方來的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富貴於我與浮雲 浮雲的雲浮 你看這裡多瘋狂 很瘋狂的 你看這裡 好像沒什麼 那這裡拿去屋南要多久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嘩粒粒金黃色 有些絨毛在上面 一方水土 一方人 這兩棵果樹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苑太爺 住在後面那裡 他在1932年 在馬來西亞帶了兩個 帶了一棵黃皮 樹回來 屋南縣種 在馬來西亞有核的核 來到這裡種 因為水土的關係 種到出來 無核的黃皮 對 這個就是無核黃皮之母 遠太爺當年就住在這裡 它就是 它在曬 你看 你看 這裡就變成中國的 無核黃皮 沒有樹 現在是早上6點45分 我們已經上到山上了 這裡就是一個果園 找什麼果呢 這裡 早上 早上 你摘這些是什麼 黃皮 現在可以吃的 是 可以吃的 你幾點鐘開始摘 我看 6點鐘 就來了 6點鐘來到這裡摘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多漂亮 給大家欣賞一下 山塵水園 我們昨天離開了香港 乘高鐵去到廣州南縣 坐整個小時的車 再去到雲浮 雲浮再坐車 上到屋南 正式來到這個果園 我介紹好朋友給大家 Lily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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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認識Lily 應該都知道 它是韻類園的第三代來的 香港人吃開蛋蛋麵 沒有這個紅色韻類園的 全鄉最好吃的蛋蛋麵 歷史最悠久的 蛋蛋麵和我們現在這個黃皮 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黃金皮 黃金皮來的 就是和我們普通吃的黃皮不一樣 黃皮之中的其中的品種 是 這個是比較特別 因為全球只有這裡的土壤 才可以種到一些 沒有核的 是 我們這個地方 介紹給大家聽 叫做屈藍 屈屈充的屈藍 是南邊的藍 其實已經是廣西的了 廣東的很邊邊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實撕開了之後 看起來好像和普通的黃皮沒有分別 我試一個給大家吃 沒有核的 它很酸的 甜甜的 那這個黃金皮 今年和韻類園有什麼新搞作呢 其實我們是用這個黃金皮 圓發了十年 是 做了什麼出來 做了月餅 月餅 是啊 我沒見過黃皮可以做月餅 黃金皮可以做月餅 我聽說黃皮其實很有藥效 尤其肝 氣管炎 預防癌症 還有還有一件我最關心的 就是柏金順病 很有幫助 因為我爸爸現在已經是柏金順病了 所以其實我推介他 應該吃黃金皮 月餅 哇 你又收成了 今年大得豐收 是啊 你們就知道 這很辛苦了 是啊 辛苦了 很辛苦 很辛苦 哇 一百斤你都擔得起 李璃姐你們搞定了嗎 盧燕長你好 你好 你好 多謝你們的邀請我們來屈南縣 多謝 多謝 很開心 可以和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屈南縣 好啊 好啊 名字怎麼來的 是的 我們是屈南縣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西江 就叫屈江 我們位於西江的南縣 所以我們來屈南縣 那就很容易記 屈江之南 屈南縣 黃皮之鄉 知道黃皮 其實有很多功效 沒有餓 對 還有肥仔 吃得多東西 很快就會肚餓 特別小朋友 是 有一個可以解暑 解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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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神 如果做記者 皮肉 整幾顆 皮都吃掉 皮是很有功效的 是的 這是正氣果 是正氣果 所以全身都是不好 而且我們屋南縣的黃皮和普通的黃皮不一樣 是的 所以我們屋南的黃皮可以這樣說 是世界上種植面積最廣 產量最大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品質最特別 有什麼特別呢 就會有幻 沒有幻的 是的 其他地方沒有的 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 很好吃 有種黃味 還有燒製 所以就好了 吃多一點也不怕 我們說的是 吃同意 其實可以吃的 可以做藥 是 鮮人同意 吃多一點也不怕 吃多一點也不怕 爽也不怕 阿極 在停 祂 震